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无二弟可得 本无有相可灭空 本无相可注入 空色一味 正等呢 它又叫做正辩 正辩呢 就是正确的了知 了知一切万法不外乎一心 便及一切万法都不外乎一心 正觉又名正知 正觉呢 它又叫做正知 正知者即了知心生万法 就是说 心所产生对于外境和内境的一切法相 故不外自信本来面目 就是把外面的一切患有都化为了真空 外边的患有本身就是真空的本来面目 在神话中道中 自己就照到这些本来面目 都是无二无分的佛性之体 于不执着之中 自然进入般若的地道了 就叫做自照正等正觉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超过九界而独尊 无上正等正觉者 就是跟同学们说了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超过了九界而独尊的 无上的正等正觉者 那么六凡法界的众生 就是一切有情时的 他们呢 就悟不到观照般若 因此就没有办法照见自己的本来面目 就更照不了十项般若 以般若的制造去撤见这个十项的境 达不到这一步 所以就不可能觉悟 对于外道来说 外道啊 他们是小得禅定的 但是不知本源依成平等中道的理 就没有正觉 这里指的外道啊 同学们啊 就是所有一切修外道的 那么外道 我要给同学们讲一下了 邪门外道也叫外道 正解 做好事的 不懂佛法的 所谓修仙道的也叫外道 指的外 就是不明白佛法真谛的 都叫外道 甚至于 修学我们佛法 而于偏见当中得功夫的 执着圣进的 乃至于 在佛教当中 所得到功夫而不明白 本性自身的都称为外道 你们不要以为这个 哎哟 外道都不是学佛的 学佛法的就不叫外道 不明白般若的人都叫外道 何况不是学佛法的 何况是那些想学神仙炼丹的 只知道升天的 想学其他的各派教的 他们不知道般若 也就是说 不知道我们人啊 和所有一切生命 和这宇宙啊 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 不会生不会死的 常如不动的体性 而能产生这些妙用的 真正的我 说到相互之间 有一个共同的佛性 这个道理对阿罗汉和初登地 不高的几地菩萨 都是不懂的 更不是以一个人的学问 思判 策夺 分析能体正得了的 也就是非凡夫思维能明白地道的 其实在现实中 每一个人的成就高低 明心见性都是独立的 因此从直觉关键上 佛性就成了每人有一个 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个佛性 这样理解似乎十分正确 其实正确与否 是因正道者的深浅而论的 那么到底有多少个佛性呢 有无量个佛性吗 这些佛性都存在于法界宇宙中吗 如果这样的认知 那绝对是不懂佛性 没有正道圆满佛性的外行了 最多是一个小开渠菩萨而已 那么只有一个佛性吗 这又是外行了 根本不是一个佛性的概念 再说下去就对牛弹琴了 听不懂啊你们 同学们 我稍稍来提示你们一下 当明心见性的时候 那叫子光明现前 那是自我的证悟 我见性了 我明心开悟了 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 就会母光明现前 此时会十本合一 本觉一体 就能彻正众生之间存在着的是什么样的佛性了 我说到这里 你们就要慢慢想我说的话了 上师虽然是在给你们讲真谛之理 但是实质上是真正的在告诉你们 当下就是有这个东西存在 我用东西呢 都是一个代名词咯 其实这个东西二字都不可得 不可得的 只要有所得 即使凡夫心性分别有为之德 根本就脱离佛性了 那么外道由于不知道自己是有本来面目 一成平等中道的这个道理呀 所以才没有觉悟的 才不能了脱生死的 这是指的外道 记住 指外道不是指的邪道 而是离开般若之外的道 二成禁者 二成的禁戒呢 就是说罗汉二成禁戒啊 明了真谛之理 他们明白了真谛的道理 明白了佛性的道理 明白了人与宇宙之间 一切有生命的 与宇宙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真理 他们能体会到前念已去 后念未生 于中不知空向的最基本的道理 由这个基本的道理 翻入初参 重观 当然 我是以显宗的境界给你们讲的 然后再进入劳观的境界 正道人我之空 但直于法直 但是 有法空还没有断 认为都是自己正来的 所以说就把法直到了 虽然称为正觉 但还未正物一成平等的理 故非正等正觉 所以不是正等正觉 就是说 罗汉正道这个道理 也不能称为正等正觉的 菩萨已破无名 那么菩萨呢 他们已经破了无名了 就是说比罗汉要高一等了 自悟法身 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了 他自己知道 我们的法身嘛 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就是我最近这几天以来 这十多天来告诉同学们的 你们都有个本来面目 那么菩萨彻底知道 这是自己的 不是外来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心、佛也好 众生也好 都是三无差别 那么这里的心 就是指你的真如心 就是菩萨照实相境 菩萨及实相境 实相境及菩萨 照亦是境 静亦是照 是圆容无二的这个境界啊 就是佛和众生的佛性了 是没有差别的 了明圆满的真谛道理以后呢 但是 体未得圆 就是说 他们正的佛性啊 还没有圆满的 里面的差距 同学们 我给你们讲出来 你们也不懂 就我刚才说了的 如果对牛弹上一曲 他听不懂的 我不会骂人 这是心里话 如与实语 要知道牛与人 都是平等的众生 众生没有谁高一等 谁低一级 都一样 因为本身的佛性 你们就没有明白 其中有听得懂的 但是为了将就大部分的听不懂的同学呢 因此就不去细讲他 因为体未源 无名就障见 所以很难听懂我在说什么 所以说啊 体未源呢 无名还有基因存在 就是说 最基础的那种因子啊 它还存在 有因就会产生一定的果 有果就还有业 无名没有进啊 就有基因存在 故而无名未进 因此这些菩萨无名还未进 无名没有进 就有大小的无名 虽称正等正觉 因为他们已经正到了人空 法也舍了 就是说 人法二空已经舍了 但与佛比 毕竟要第一等 因为佛是彻底圆满的 变满无分的 无上正等正觉 正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菩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以正等觉菩萨者 就是说 以正正等 以正等觉的菩萨 已经正到等于佛的菩萨 都只能称有上是 不能称无上正等正觉 为什么不能叫做 无上是正等正觉 因为有上 就是还有更上一层楼 才能称为佛 佛才能称无上 一切菩萨等觉菩萨 都只能称为有上是 有上一层楼 就能称为有上一层楼 就能称为有上一层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